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是产权的归属 或者是年限的讨论 还有其中的法律问题等等 都让大家广为流传 对于东岸商场的争端 我们市长谢国良强调 东岸商场是属于基隆市民的财产 市府在商场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基隆市民最大的福祉 来作为优先来争取 那针对这一次的东岸商场的争议 我们今天杂的基隆 特别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 带大家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为您介绍的是 我们的虞三发 虞一座 小金好 宋前议长 还有我们的曾纪言议员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虞三发 八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宋伟丽 宋一座 小金好 三发还有我们纪言 还有以及我们电视前的 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伟丽姐好 第三位是我们曾纪言 曾一座 小军好 以上发意义 然后我们宋前议长 各位媒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建议者好 我们知道这一次引爆东岸商场争议的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主副公司 也就是NATE 主张他们有二到四楼的产权 这部分就要回溯当时 105年金融市政府与大日公司签约 所谓的OT契约 之后当时的市府又同意让NATE 来进行增见 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先请发哥跟我们来厘清所有的关系 好 谢谢小军 我想刚刚有讲到专业名词就是说 OT跟BOT ROT ROT这个问题 我想我这边有一个看板 我大概先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们从前签的叫OT案 前面是空的 这个OT就是说我以现有的设备设施 让你去经营 经营期盟之后 你要还给我基隆市政府 还给政府 那现在威风得标的是ROT案 ROT案就是说它要进行改建 营运最后还是要还给政府啦 只是年限不一样而已 那么这个OT案 刚刚有在问 整个OT案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现在常问的问题说 为什么NATE现在跟市政府在纠缠不清 那我大概告诉各位 角色扮演是这样子 基隆市政府就是甲方 我们的东岸停车场 当初用OT的方式 让乙方大日开发来经营 那大日开发在林药商市长 核准他去这个大日开发来经营之后 过不到几个月 他就用ROT来执行 这个就有点不符合逻辑 因为你对外公开的是OT案 你让大日开发去找到的NET 来盖二到四楼 这个叫ROT 因为我们刚刚上面有讲 OT是没有就造现有的建物 就是我停车场 你只要做停车场经营而已 但是你后来让他标到没几个月 你就用ROT 停车场变商场 停车场一个小时是二三十块 商场一个月是二三十万 早知道大家都要来标 可是你用OT告诉大家 结果用ROT在做 这个ROT就是现在后来发生问题 就在这里 甲方是基隆市政府 乙方是大日开发 现在在闹问题的人 他是乙方的乙方 他根本跟基隆市政府 没有签约 那现在甲方跟乙方 已经讲好了 合法的去签约 现在也合法的解约了 你应该依照契约精神里面 还给基隆市政府嘛 那现在乙方的乙方 跑出来说 我虽然没有在合约里面 可是房子是我盖的呢 所以爆发了产权纠纷 那等一下我们其他议员 也会对这个来做一些说明 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爆发说 没有登记的情况下 ROT 变ROT 后续引发了很多的产权争议 那当时 当年那个议会 到底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讨论 是 那时候我们在议会 也是大家讨论非常多 甚至提出要送检调单位 那后来也就没有下文 更觉得有 觉得奇怪 就如同刚刚三发议员在讲的 就是说当初 那个他市政府上网公告的时候 是用OT案 是用OT OT就是现有的建筑物 我们下去建议 他刚刚也讲得很清楚 那后来大日就标到 标到之后 然后市政府这边就把它变为ROT 所以说我们议会那时候 分分老老大家都说要送检调单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有请示 那时候我也觉得蛮质疑 那时候我刚好在当议长 我就质疑说为什么OT可以变ROT 市场有那么大的权限吗 那后来那个 我有请示经济部 然后经济部 财政部 财政部就给我们一个回函 里面也就写说 他说为了东岸立体体操场 营运移转案 民间机构得否依招商文件 及投资契约规范 于履约期间增加投资等节 设个案履约事宜 请就个案实情依促进民间 他是说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规 即投资契约定 本权则何处 就意思就是说让市政府 我们市长自己去做定夺 去做裁决 去做决定 那这看得到吗 我们近一点 对 这是有公文请示的 它的回函 这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白话一点补充 对 当初我们认为说 你用OT案去招标 结果最后让大运公司 用ROT在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 大家经常讲说你挂羊头卖狗肉 结果当初这个OT案就说 我挂着狗头 我花了这么多钱来买狗肉 其实里面是羊肉 就是ROT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这个质疑 所以我们在议会有在监督 无奈 当时的执政党 我们请那个处餐师 说这样子不对吧 你用OT案招标 然后让这个厂商有这么大的获利 可以用ROT 请财政部解释一下吧 结果财政部 他好像自己开的 他就说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也只能监督到这里 他的主管机关都已经回应这样 完全则除 所以后来 我们就说这个早晚会出问题 果然现在出问题了 现在乙方的乙方跑出来闹了 我说我小三要证明 二房东 二房东租给我的 我们有合约 有合约是大陆公司 跟我们纪佣市政府签的 你当初签的OT案 当初你招标文件 这个是世界公认的东西 你的OT招标案是 依照现有的停车厂来经营 一点点时间才收2 30块 而不是你后来改建成商场 个月2 30块 在想货金 所以OT跟ROT差很多 所以这有没有土力 我们是不是检查单位那时候在议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下去查 我觉得现在也应该继续 其实东岸的产权到底是谁的 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东岸产权绝对是基雄市政府的 只是说当初这个合约为什么OT ROT的时候 在议会真的吵了一段时间蛮久的 结果促商师回货来的 也是这样子 权责何处还是基雄市政府 那今天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 如果当初林市长按照促商法的精神 不要去OT就OT 不要去改成ROT的话 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是 所以就会引发了最近 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黑衣人事件 但是我们要还原一下 就是市府其实后来有公布所有的影片 那黑衣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首先要先谈这一点之请 我先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曾医员所讲的那个内容 我说这个产权是不是基雄市政府的 我想现在在网络上听到片面之词 所以大家都有点被带了风向 因为他是他说他改的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把证据拿出来 把事情还原做澄清 第一点大陆开发公司 跟市政府签的合约是合法的合约 里面合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在这一条里面 这一条里面我们把字体放大在这里 这个商场的这个 批件完成之后 与其满之后大陆开发同意 批件完成之商场无产 移转给基雄市政府 这个是合约内容清清楚楚写着 没有任何说不合法的地方 把它拿产权 所以现在产权争议无庸置疑 这些这个都是当初里面的合约内容 以防如果预期为一契约来返还 来做移转这个动作 来做点交的话 我们可以自行进行收回土地建物 以及各项设施 以防不得意义 甚至下面还有写到说 清运的费用还要与帮出 所以今天产权的问题 毋庸置疑 依照全市全台湾 所有的任何一个民间储倡案 最后这一个T 各位注意看 不管OTROT或是BOT 最后这个T一律都是写一句话 移转 你再怎么经营 不管是你盖的 我盖的 政府盖的 谁盖的 到最后都是要还给政府 那合约上面也清清楚楚跟你写 你不要说你不懂 因为合约上有写 合约上要写 你要清清楚楚还给市政府 那你今天没有还给市政府 市政府它依照新的合约精神 你要履行合约 要交给新的厂商 所以市政府才要去做点交 至于大家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要搞到半夜还在点交 因为下午点交的时候 是大陆开发公司 你已经跟我们基隆市政府 已经大家明确的说 你解约了嘛 你要还给市政府了嘛 所以他就先点交了 地下一楼到地下四楼 为什么晚上才点交那个楼上的二到四楼 因为内的他在那边就是不想点交嘛 没办法 只好先把一楼到地下室点交完之后 到了晚上凌晨十二点了 已经合约已经到期了 已经预期了 但是我就只好去做一个强制点交嘛 但是点交是因为我们收回我们的产权 我们收回我们的产权 那有人问说你为什么不经过法院之后 再来法院判决之后再来跟他执行 我向各位报告 因为这个 这一家主副公司 内特 他在西门町在台北市政府 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黑历史 他当时也是一样 他没有得标 但是资金很热的 西门町黄金地段 他硬是不搬 柯打百货 对 那时候柯打百货的 当时他的 他的想法就是说 这这么热 我就跟你打官司嘛 打了一年算一年嘛 一拖拖了五年 台北市政府才终于把这个地方要回来 我们市长不希望跟他浪费这五年啊 因为基隆没有一家百货公司嘛 市长赶快希望说 基隆赶快有一家百货公司 所以不能让你这个 因为法力输送又一拖好几年 那就像现在啦 以现在啦 合约到齐了嘛 内得到现在的房租都不交啊 他到目前为止房租没交 所以你如果今天没有工具 把它点交 因为我们是有立场的 合约上明明白白写的 是我们的产权 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把它点交回来的 只是说大家说 你点交会不会有点粗暴 那当然又影射到什么黑衣人 其实他是穿着西装是人家 那个... 那个围公公司的人员嘛 你就穿着黑西装 你就把人家影射为黑衣人 人家去把那个公共空间走廊 那个消防通道 机房 这些安全设施 消防设施这些 去把它打开做点交 你就讲说人家强行点交 去侵占别人财产 我们没有进入店家啊 没有进入到商店啊 你这些公共空间没有打开 怎么样交给下一个经营者 至于你里面这些店家 现在新的经营者 会跟你们在洽谈 你们现在没有跟Net了啊 现在新的得标者进驻了 以后大家要怎么合作 怎么解约 这是后续去谈的 但市政府今天强制点交 并不是去侵占他们 私人的店面商店 而是去把我们公共空间 一定要盘点出来 你才能够交给人家去旅行合约嘛 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对啊 我也觉得 整个风向都打乱掉了 明明政府 我们谢市长 真的是很为我们基隆市 这个友爱城市在看管财产嘛 结果被打了好像 他私人要被 他私人要去占据这个财产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你知道 第一个我们要回归就是 OT跟ROT之间嘛 刚我又回到ROT的问题 就是ROT它的扩大面积 你知道 那你当初 你第一次的时候 上网公告招标的时候 你就要用ROT嘛 你用OT 结果去弄ROT 让它面积扩增 那这感觉是不是有一种 涂利涂厂商 那有没有行政瑕疵 或者是说你们那时候 有没有说 当然建造那些都是 那个市长同意 同意发造 还有实用执照 但是没有完备的产权登记 那时候市长是不是有叫我们大日 去做产权登记或怎么样 这等等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 就是说商业的面积跟原定的面积又不同 所以我一直质疑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真正要去了解的是我们跟大日之间的 我们的财产分配 那时候就等于对我们建文市民也不公平 因为第一个要去标这个 这个上网公开招标的时候 比如说山发院也要标 基研院也要标 我也要标 结果被我标去了 我是用OT来标的 结果我做的是ROT 他们两个会不会跳脚 这是不是有行政瑕疵 是不是有猫腻 所以说种种的原因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检调单位应该要介入 对 我再来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针对现在我们的标题是写 现在的产权争议 产权到底是谁的 为什么大家民众在质疑嘛 你谢市长你就直接 是你的责任你干嘛把林权市长扯出来干嘛 网络上就这样 为什么谢市长会请林罗昌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 我现在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个东西就是当初我们在议会质疑 你为什么用OT案招标 结果让厂商ROT去赚大钱 我们对这个执意的时候 到后来议会的决定是送给财政部 初三师去做解释 那初三师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明确的告诉基隆市政府 有明确的表示 优先定约也就是说它五年满了 五年满了是不是还有一个三年可以签 后来又跟两年 那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后来这两年 它没有去标到 没有让它继续这两年 我们现在先来讲这一个 优先定约并不是 它是属于一个新契约 并不是延览的续约而已 它是一个新的契约 这是财政部回答的 主管机关也就是基隆市政府 应该依照促参法 来要求他们提出营运转移计划 以及这个产权的 这个资产的总检查 最后讲得很清楚 办理资产转移及点交作业 换句话讲 你今天没有把资产登记给基隆市政府 你没有完成这些动作 你就不符合续约资格 可是林市长 你产权没有登记 你就让他续约了 这是今天为什么谢市长会请林又昌市长 出来讲说清楚 你根本不符合续约资格了啊 所以我刚讲后来为什么没有签两年 就是去年九月 我们基隆市政府有告诉大略公司 你没有依照合约把产权登记给基隆市政府 所以你就不符合续约资格 你不赶快去办这个的话 你明年是 你是没办法续约的 结果大略公司到目前解约了 他产权还是不去转移 还不登记给基隆市政府 所以他当然不能续约啊 所以外面就有人带风向说 基隆市长土力威风 要让威风进来 所以把大略给赶掉 今天大略为什么没有续后面这两年 我向各位报告 第一点就是这个 他没有把产权做登记 已经不符合合约的规定了 他已经违约了 所以他已经不符合续约的资格 第二个 他的负责人 在基隆标了好几个大案子啊 其中有一个是信二停车场 就是我们中正工营下面这里 信二停车场 一个石头火锅店旁边这个大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本身 他被抓到呢 被检调单位抓到说 所有要来参与投标的人的资料 通通在你手上 人家要表现的钱你都知道 后来被检调单位抓到了 被判刑了 被收押了 依照我们的合约规定 处餐码里面规定很清楚 负责人只要涉案 就不得参与投标 所以是基于你产权不登记 已经违约了 第二个 你负责人已经被收押了 你也没办法去签约 换句话讲 你都已经没办法签约了 所以基隆市政府才会重新找厂商 那重新找厂商 老实讲 世家来 有成品书店也来 太平洋也来 你Nate也有来 当然微风也来 那基隆市政府依照你们大家提出来 你们的营运计划 你们所做的这些各方面 让专家学者就去做评估 那依照我们老实讲 基隆现在的需求确实是没有百货公司 当然站在专家学者 站在各方面的立场 都希望把这一个地方好好给做一个百货公司 那么这几家提出来的一些计划 刚好符合我们基隆市的未来 他刚好就是说 所以微风得飙了嘛 至于说租金等等这些 我想我们其他的议员 也可以来解释这些问题 这是我刚刚据我所知的 向大家针对网路上在流传的这些讯息 做一些更正 做一些澄清 做一些证明 是 接下来我们要请纪言益座跟大家分享 我想现在外面在传的说 那天市府在凌晨的话 那什么黑衣人 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大日已经跟金融市政府已经完成了 那金融市政府是依合法的方式去 但是内特一直在百方的阻牢 就是把一个公共空间的门都把它锁起来 市政府在点交也是没有进去到任何商家的店铺里面 是在点交那个公共空间 包括消防机防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外面在移转 这是不对的 然后再来的话 我想从头从这个案子从头到尾的话 都没有听到大日出来说一句话 其实整个标案是由大日跟金融市政府来签约 参与出商法的 那大日都没有讲话 为什么是大日下面的协力厂商 内特一直出来讲话 这就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说内特当初跟我们的前市府 是不是有达成什么合约 还是说他们另外有一个合约在里面 那为什么大日都不讲话 内特一直出来讲话 内特是最没有资格来讲话的一个厂商 对不对 如果内特可以讲话的话 上面一大堆的厂商都可以讲话 商家都可以讲话了 所以在这边我在这边借这个装返的机会 跟大家一般的民众大家了解一下 房客房东跟甲方跟乙方签约 那乙方已经完成要房子要还给那个甲方了 然后乙方租下去的房客既然站出来跳脚 说甲方在墙路进入他的地方 这个很奇怪 所以在这边我跟我们宋前议长的想法是一样 这个一定要送检掉 好好的解释为什么当年在议会 大家一直反对之下 还是一意孤行去做 然后现在到了时间到了才知道说 整个产权他都没有登记移转 这很夸张 所以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对啊我一定要我是要呼吁啦 谢市长一定要把这个案子送检掉 而且现在有一点 有让人有一点摸不着头绪的 这是我们不管各级的名义代表 或是说一些政界人士 我们很摸不着头绪说 你们应该针对的是合约精神来谈事情 为什么现在很明确知道说 甲语双方就是我们跟大日嘛 跟大日大家都讲好了 什么时候开始签约 什么时候解除合约了 你也点交给我了 而现在一个身份不明 不在合约里面的一个Net 他现在来这边闹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替他讲话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替他 在没有立场没有站不住脚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站出来替他护航 为了他可以创造了很多 这个假讯息出来 譬如说明明是六千多万的租金 他们偏偏跟你讲是一千五百万 明明他是三点多亿 跟我们市政府标的 你们可以讲的一点五亿 明明是OT最多五年嘛 ROT可以到三十年 跟他签二十年 你们也可以拿出来替Net 来攻击基隆市政府 我觉得你们要去保护 这个厂商的时候 也要好好保护自己 现在大家在质疑的 质疑的应该是媒体的通路回馈 这个非常有人在质疑这一条 一年要一千九百二十万 那我想这边的话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 因为谢市长可能是远观比较远 然后我看这个 因为这个一千九百二十万 是每年的话 微风答应我们基隆市政府 他每年要替基隆市政府来行销 那个广告 如果是电子看板的广告 包括在信义区 只要有微风的地方 都会宣传我们基隆市政府 他要依市价 他的广告市价多少钱 他一定要回馈到一千九百二十万 所以这个的话 也可以把基隆市政府借这个机会 来基隆市来行销到各线市去 你看应该是我大概看一下的话 微风在信义区的话 也是满多人的啊 过年过节很多人在那边 所以如果他大型看板 能够行销基隆市的话 我想这也是不错的啊 因为基隆市也没有什么经费 能够到台北市去买个广告 然后借由这次东岸的BOT案 跟微风签了以后 能借由微风在台北市的这个商机 的商场来行销我们基隆市 我想这是对的啊 至于很多人一直在质疑说 变动权利金 那变动权利金的话 我想大家如果有去过微风的话 都知道 我们在微风里面任何一间商家 只要他的发票 上面一定会写微风 微风然后下面是哪个商家 所以他的变动权利金很简单 只要以后我们在微风管场消费 在基隆的微风消费 他都我们都知道他到底营业额多少 要违规给基隆市政府多少 那我想在林佑昌的时代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变动权利金 为什么 他消费多少我们都不知道 他只是说他的固定而已啊 我想市长是比较 大家都知道市长是从商的嘛 他可能对于这个后面的宣传 后面的那个想得很远 想得比较远 然后他仿照台北的模式来基隆 我想这是对基隆是很好啊 像余预言所说的 基隆最欠的就是大型的百货公司 真的是大型的百货公司 那我想市长在这个字的合约 也很清楚的 把所有的评选委员都公布出来 所有的合约内容 包括微风在基隆投资的是3.08亿 不是他们讲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说他投资多少 是投资这样子 他其实合约很清楚的都写出来 那市长也很清楚的 把所有的评选委员都提出来 那我想我们18届的时候 宋理长还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我们也针对林市长 跟大陆开发这个OT改成ROT的时候 我们的议员也要求林前市长 你要把评选委员拿几个 拿给我们看 结果林前市长到现在都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评选委员是谁 那至少我们知道 这次的评选委员是哪几位 府内跟府外有哪几位评选委员 能够让大家来检视 我想这是谢市府跟林市府 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 这个促餐时间特别长 其实跟ROTOTBOT 大家其实可以来比一比 各县市的部分 我们一样请记研 我想刚才我们余山发议员有说过 OT大概是5年 然后ROT的话我想这边有一个 大家都看清楚 在台南市它的ROT案也是20年 那我想BOT的话可能最少要30年起跳 30到50甚至有到60年的 那这个很清楚 这个ROT就是20年 台南市也是20年 那我想当初我们在18届在开会的时候 林田市长还有送进议会来 让我们来修改条例 当初在送进来的时候是用无限期的 我想这个 ROT吗 他用ROT无限期的 但是我们当初的审查会主席 也是现在的党部主委 苏仁和苏主席 他就说经过很多议员在抗议 在反对说怎么可以用无限期的 那无限期的话 那就是什么时候要叫他解约 没办法 所以到最后我们定案就是30年 这个30年也是从林前市长送进来议会里面 让大家来讨论的 那现在他进来质疑说 为什么基隆市政府可以给微风20年 那台南市的时候在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给他20年 他也是给他20年 这个很清楚 这个都有 他也是用ROT案 然后给他20年 所以这个促餐法 我想很多人上网看都知道 促餐的精神在哪里 然后OT ROT就像我们 如果ROT的话他有在增见 所以给他促餐的年限多个几年是正常的 那个什么 那个投资者才有机会才会进来投资 好 我想刚刚我们曾经议员提的这个 又可以明白了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混淆市厅 就像说你一碗米一百块有够贵的 但是你没说清楚 一碗米的洋葱面 你如果洋葱面一百块有够贵的 你如果洋葱面一百块合理的 同样道理 你在讲你的 从前为什么林酉昌的时代 签的是只有五年 而你可以签到20年 我要告诉你 因为那时候是洋葱面只有OT案 现在是ROT 现在是五百米 ROT是要改建 要营运 要移转 所以他用20年的时间 让你多投资一点 多经营一点 多对这些规划一些 要给你长一点的时间 你才有投资才能够回报嘛 不算要来做 就像以前用OT案 一些成品 这大型公司都没来描 只有大日描嘛 所以今天才会来衍生 衍生出这些问题出来嘛 各位 如果说要更好更大一点的投资案 叫做BOT 我们举例来说 台湾高铁BOT案 六十几年啊 这个台北最出名的101大楼 也是台北市政府的啊 他也是BOT案啊 他也是六七十年啊 你别当作那档是输人的呢 101大楼六七十年后 也是要还给台北市政府呢 台北的大巨大 他也是BOT 他BOT就是民间花钱去盖出来 盖一个东西出来经营之后 还是要还给市政府啊 还是要还给政府啊 但是他可以做到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甚至九十年 BOT可以这么长 所以他可能就是和牛了 可能国家高重的东西 ROT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你一百块有高贵的 就说五百米一百块有贵的 你以前的一百块就不错了 因为你只有OT案而已嘛 说到大家有没有意思 所以说不要去混淆视听 你拿OT的五年 来讲人家ROT的二十年 是太长 是不对的 我想你们送到议会来审查 是说是无限期的ROT 是有 后来是我们国民党这边 认为不行 那你怎么办 无限期让你经营 永远没有管理机制 后来才大家在议会争论之后 才由民进党的主席 去把它给定调 说好 给你三十年的ROT 那现在用二十年的ROT 跟围风来得标 怎么又可以拿出来炒说 为什么给人家那么长 我刚刚讲说自打嘴巴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的补充 是 然后另外还有在网路上也有在讨论 就是关于2000万的雨勤费 雨勤费这到底又是什么 我想 2000万的雨勤费 我想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我想2000万的雨勤费的话 在林前市长签订 5加3的时候它就有了 其实5年的时候它平均是60万 跟那个大日它是60万 就是一开始签约的时候就有了 就60万 一开始签约的时候就有了 然后三年平均 然后再加这个三年的话 平均是80万 但是谢市长现在是要求 一年一定要给100万 那这个雨勤费其实是提升这个 服务的品质费用 就是包括我们议长也好 一些民众也好 议员也好 建议说三场可能要修改者 修改者就马上有这个经费 如果这个经费如果没用的话 市政府一定要跟他拿 拿了以后还是归到国库里面 还是归到国库里面 还是归到市库里面 所以这个怎么会是市长的小金库 所以一些我想一些民意代表 大家讲话要平良心一点 这些钱就算没有用到 市府还是一样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的时候 最后还是到市库里面 也不是到市长的口袋里面 所以在这边的话要跟 借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的观众 来讨论一下 其实谢国良市长是把所有的 合约也好 所有的评选委员也好 所有的一些经费来源 全部都摊开来 真的 真的全部都摊开来 好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欲加之罪 何况无耻 更何况自己做的都对 别人做的都不对 我来向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在当时一开始签约 让大陆开发经营的时候 就有这一笔费用了 合约里面就有了 这个备用是用在于 104年就有 对 在这个 对 104年度的时候 一开始的7月里面就有这一条了 那你们把自己编的 合约里面 你们做法可以 你们做法就别人做法可以 你们可以编这个 现在市政府跟人家签约 就不能编这个吗 这个用在哪里 我向各位报告 曾经有民众反应 说这个停车场里面太闷热了 所以后来有做了高压喷雾设施 这个就从这个钱拿出来用 民众反应嘛 议员反应嘛 里长反应嘛 里面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这个叫做服务品质提升的备用 服务品质提升经费 用这个名义 经过大家的建议之后 要做改善的话 用这笔钱 这笔钱不是谢国梁市长 现在凭空捏造出来的 是你从一开始的合约 就有现在沿用到现在 那你们把它改成一个什么 市长小金库 就这样灌人家罪名 不足利吧 合约拿出来看 事实证明 还说的比较多 你从前就有了你 现在老实讲 你现在把它笼统讲成说 一次两千万 市长小金库 你为什么不清楚讲 每年有一百万 二十年所以加加是两千万 这一百万里面 工程庄你如果要做一个澎湖设备 像刚才停车那个地方 破破烂烂烂 后来因为反映之后 就从这个经费里面拿出来 把整个机车停车区的地平 全部整修过了 今天才一百万而已 你万一要再多整修一些东西 就不够钱了 所以从前在林游昌时代 就已经有这个经费 而且老实讲 我们不否决他 他在接受民众建议 接受民意代表建议之后 他做了那个停车场高压烹雾设备 也做过机车停车区的地平的整修 这些他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要给他肯定 可是为什么你当初可以做 我们现在做就叫小金库呢 为什么明年一百万 你要讲说我们一次拿了两千万 进入口袋呢 这样带风向是不对的 而且我觉得 就像刚刚三发议员在讲 那时候林游昌有在做 我们给他肯定 但这时候林游昌应该 他也当过市长 也了解这笔费用 他应该出来讲假话 那怎么会当一个内政部长 然后就会用那种言辞你知道 我觉得最近他的发言有点失格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他应该向金库市市民盗窃 因为让我们金库市市民无畏的 而且让我们的谢国良市场 可以说在这阵子忙于 忙于市政之外呢 而且前朝留下来的 三个大的案子都还没有做完 就是体育场 我们都知道还有成绩转运站 然后民众 有的民众还不知道 他们就觉得市长都没在做什么 好像都没看到在做什么 我们除了要做前朝留下来的一些 就是有问题的一些 跟包商之间有问题的一些工程之外呢 还要来计划未来的就是 要打造金庸更好的一个友爱城市 然后突发状况又发生这种情况 我觉得当过金庸市市长 他应该以金庸市市长的那种心 要来协助我们金庸市 让金庸市不会因为很多事情而至爱难行 应该要能够赶快 让我们就是 这个事情不要大家好像沦为口水战 要不然你就出来嘛 跟大日嘛 然后市长 谢市长三个人嘛 你们可以开个工厅会嘛 我觉得这样一目了然啊 到底谁对谁错 那为什么要叫一大 也不是叫 为什么会有一大堆人去打风向 然后 你知道讲一些歪比才是听的 我觉得有点失焦 对啦 尤其是那一天 我们谢市长老实讲 真的是被气到快要 我觉得任何人 快要抓狂了 所以第二天 其实谢市长问的也没有错 他问的就是这一条嘛 李市长请你出来说清楚 为什么明明规范里面 你要让他把资产整个都 转移给市政府之后 才能够续约嘛 为什么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去做这个 而且还能跟他续约 你林市长应该是针对 这一个内容 来对谢市长做回答嘛 你不回答这个 你只回答说他可能嗑药了 这样侮辱人不好啦 你应该就是认识回答问题 就像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主持人今天 你针对民间大家有什么质疑 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我们来解释 来澄清 就是论事 那今天谢市长那一天 所问的问题是说 你为什么不把产权 依照合约 依照规定 把产权登记给基隆市政府 今天就没有这个纠纷了嘛 而且... 他说问你这一个内 你反而问人家有没有科样 而且当然很多民众 也在问我一个问题 也在问我一个问题 OT变ROT ROT 好 那个财政部 出传师说 由地方首长来做权整 对 好 没关系 既然你做 但是你根据法源哪一条 哪一条 来做OT变ROT 而且是在公告之后 公告之后 才改为ROT 我觉得这地方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 对啊 要不然会觉得以后 政府的公告 我们都看看就好 哪天又变ROT 哪天又变什么样的 这就有公平性 而且是有行政瑕疵的 所以我再呼吁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不要私交 我们要针对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也不要让我们市政 在为了这事情 自爱难行 这样会 就像我们现在 只要在讲 一天到晚跟大陆方面 我们在那边 不是大陆 就跟民进党那边 吵来吵去 吵到我们整个经济都垮下来 都没有进步 我们真的到国外去看一下 越南 让我们是觉得最 原先是 比我们还落后 现在人家的观光做得多好 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 大家不要去打风向 不要讲不属实的 而且我觉得说 大日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出名讲 因为我们的对照关系是大日 我们的合约是跟大日打的 他应该最清楚 他为什么不出来 这也是让我们非常质疑的地方 是 然后网路上其实有很多带风向 就像前一长说的 就是很多 对这件事情有一些误解的 可能不了解 对 然后还有一些权力变动金的部分 这也是大家非常质疑的 好 权力变动金 我是觉得也是蛮奇怪 过去的八年 七年中 林永昌市长 林永昌市长 就是说 他的整个权力变动金 全部是零 是零 是完全没有 那他的解释是说 因为过去的疫情 过去的疫情 然后让我们厂商都没有赚钱 所以说 他没有办法分认给我们市政府 所以都是零 所以变动权力金就是说 譬如说 我就是 盈利 就是说盈利 就是你有赚钱 你的盈利要分给我 百分之五十 可是 这过去的几年 都是挂零 那前后呢 没有疫情 也是挂零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说 很多的东西都让我们其实 所以我才会说 要检掉单位去了解 我觉得这事情 商及我们的市库 然后让我们市库觉得说 这应该要分论进来 难道 难道大日签合约之后 这边的厂商都不赚钱吗 如果不赚钱的话 那就没办法分论嘛 没有办法跟他分... 分那个就是... 变动权力金 变动权力金 如果说有分的话 那就表示大家都有赚钱嘛 对啊 难道是过去都没赚钱吗 好 那针对我刚刚宋前医长 讲的这个内容 我想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这个就像最近又大家在质疑点说 好像这个... 微风... 那个什么 Net Net开出的条件比微风好耶 然后什么... 微风的条件并不是最高最好的 为什么是微风得标 为什么Net写得比较高 为什么Net没有得标 我想这个从现在 刚刚我们宋前议长讲的这个 就可以做一个印证 当初的大日 变成这样... 花言巧语 我可以为基隆市代金多少 可是你注意看喔 从林又昌执政 从他的签约到他的解约 他给基隆市政府的变动权力金 一毛钱都没有 你可以写的天花乱醉啊 我可以写我一年营业500亿啊 你信吗 鬼信吗 所以你现在怀疑说 实意可不可能 我告诉你 微风 这是他们的估计 每一个进来的厂商都写的 他可以把它创造多少收益 都写得很高很好 可是实际上这些评审委员 他会去看 你符合实际 有没有可能性 有没有贴切实际啦 达成率高不高啦 所以不是你写得高 就已是你得标啊 而是要实际 如果真正写高就有用的话 那林又昌市长 这任内所有的变动权力金 全部都是零耶 一毛钱都没有分给金融市政府耶 为什么 为什么 当初讲得很好听啊 我可以赚 各位基隆带进很多事库啊 不是 结果事实结果出来之后 现在答案出来了啊 开票结果零 不是啊 那就表示 他们并没有赚到钱啊 所以他没办法分认给 给我们金融市政府啊 对 所以现在 可是他们都在盈亏咯 对 所以现在每一个要来标的人 他可以天马星光都讲到我一 我整个可以弄到几百亿啊 都可以写啊 所以要跟大家回忆一下说 不要再被一些片面支持 带风向去断章取语 不是说微风写的比较 内的写的比较高 就应该他得标 而是说 谁比较贴切我们基隆的需求 谁的可能完成性比较高 谁的比较务实 这是评审去做评审 专家去评审的 不是谢国朗说 他的价格我比较喜欢 我比较喜欢这家公司 我就给这一家 这是专家去评估的啦 真的耶 网络上真的就很多民众 有提出很多的疑问 包括了对这个评审委员 他们也觉得很神奇 他们就是希望市府能够公开 那当然市府也公开了 但是也是有一些攻击的话语出来 我想你攻击的话语 那我想市政府都已经愿意公开了 我想以前市长在当市长的时候 每个促参法还是每个标案 我们都希望他跟我们讲说 评审委员是谁 他都不讲 但是谢市长全部都公开给你看 包括合约的内容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是支持谢市长 为什么 你如果今天你不做这种 强烈的手段的话 内的如果继续在霸占我们的 东岸广场的话 他一年啊 一年啊他要损失啊 差不多五千万 一年要损失 基隆市政府要损失五千万 如果产权变塌拿走 产权变塌的话 如果五年下来的话 基隆市政府要损失多少 25亿 2亿多 50亿 50亿要损失50亿 所以你看市政府一定要强烈 因为这个东岸停德产属于是 应该是黄金地带 来蛋黄区嘛 那应该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唯一蛋黄区的一个财产 那如果那这个财团在那边霸占的话 我想 你在跟他打官司 五年下来你看你要损失多少 所以市政府他今天做这个 强烈的点焦 我觉得我是赞成的 那大陆 跟他签额月 大陆都没有反对了 我不知道内特在反对什么 对不对 这很奇怪 然后内特又是有冠犯 他属于惯犯嘛 台北市的时候 如把炮制要来基隆 那我想这个市长是有远见的 都知道内特一定会做这种事 所以市长一定在跟大陆达成以后 再去点交 所以这个产权的问题都不用去想了 就是基隆市政府的 然后市长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市长如果不做这个动作的话 把基隆市的财产 随便让大家霸占在那边的话 我想这样子对基隆市市民 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好 那么现在针对大家很多的质疑 甚至讨论之后 我们在这边也是做一些呈现 就是说大家一直说 市政府为什么不去等 等说法院判决下来之后再去执行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内特上次占台北市政府 占了五年才要回来 市长为了保障市民权益 市有财产不要被他拿走 为了要让新合约商能够履约 所以市长断然的去做这个点交 而且他没有去点交店面点交 他是点交公共空间 从下午点交到半夜 至于所有的说 这样还是怎么不行 应该像房东应该等法院判决 没关系 今天基隆市长谢国良 他为了捍卫基隆市民的财产 他断然做下这个决定 他今天这么去做 内特也告他了嘛 告他强盗嘛 那自然而然市长会把相关的市政 交给法院去做处理嘛 万一真的 连法院都判决说他真的有瑕疵 那谢市长也说啊 我欢迎做感兴趣 我为基隆市民保障这个财产 守住这个财产 万一被告到有罪 我也欢迎做感兴趣 他总是不能让财団先把我们 产权先拿走嘛 这是他必要的第一个手段嘛 万一像台北这样一战五年 那万一法院判 法院我们就像刚刚OTROT一样 上面他们怎么判 我们就也只能接受啊 万一判说那产权应该给他 那我们今天我们不是损失了25亿吗 这个整个东方就变成他们的了 所以市长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 去把我们的产权给巩固好 好 大家不要再去讨论说 他是有没有非法手段 内阁都已经告上法院了 法院到时候自然会有公断 以上 我想我们的对我们的对象 基隆市政府的对象还是大日 所以说我们针对大日 希望他出来解说 或者是说 大家不想再有那种人为口水在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司法 那既然Net在告市长 我觉得Net凭什么 当然他有他的立场 那不知道前市长有跟他 有什么取落什么的 这我们就不得而知 到底有没有不知道 就说很多事情都蛮怪异的 就不合乎一般市政府 在跟厂商打合约的那种精神 那所以说一切交由司法 我觉得我们大家就不要再 再有就是那种人为口水在 让这个市政 一直为了这些口水在纷扰 因为老实说我们一个人 如果实际上受到外籍那个 我更能无心去处理这事 所以我觉得这阵子 我觉得我们谢市长 非常的辛苦 真正一个为基隆社而打拼 打造一个有害城市的 一位谢市长 我们在此给你加油 谢谢 对 那很多 网路上有很多声量出来 就是要有这个罢免案 这一个案件 对 关于这个 这一件事情 我想也是我们今天 想要叙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的 1500万租金 从一开始的1.5亿的投资额 一路走下来 我们都拿出了证据来证明 这些都是有人在断章起誉 扭曲事实 恶意造谣抹黑 那现在又谈到什么 因为这样子说要罢免市长 我告诉各位 去年谢市长刚就职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在酝酿要罢免了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网路上也都有 那一路下来 要满一年嘛 现在满一年了啊 总要找个理由才可以罢免他吧 所以就去把这些东西去捏造 去断章取诶 去灌一个罪名给谢市长 说他土利厂商说他怎么样 明明你们从前就有编的东西 现在也编也不对了 就是要罗络一些罪名来给他 然后再请大家去 添他的片面之词 大家来罢免他 我想民众是睿智的 我们一开始听不懂 但是不能骗我们的 当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在造谣 是在断章取语 是在抹黑 事实我们刚刚都拿出证据来了嘛 一个一个都把它给澄清出来了 原来是被造谣了 原来是他们说错了 你不小心也好 故意也好 事实都已经呈现了 并不是市长做错事啊 那你们又要玩什么罢免 自从罢免门槟降低之后 罢免很好玩喔 想想现在吃饭银就要罢免了 罢来罢去何事了 如果今天谢市长真的做错 我支持罢免 市长没有做错啊 你们干嘛去罢免一个 在做事情的市长呢 所以我觉得在此也呼吁我们民众 不要被带风向去盲从说 要罢免市长 我再讲一次 刚刚我们一一把各位所听到的说误信息 拿出证据来证明 那些都是误传 谣传 甚至有人故意 那他现在又要骗你们去参加什么什么罢免 你觉得我们会再这样被牵着鼻子走吗 会不会这样骗下去吗 我相信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这是我的感觉 网路一直在说要罢免市长 我想大家再冷静的想想看 有哪一位基隆市的市长 愿意把所有的标案的合约 所有的评选委员 所有的内容 整个清清楚楚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你想想看有哪个 李游昌廷市长八年 他也做了很多标案 你有看过他提出来说 这个标案评选委员是谁 这个合约内容什么写 没有人看过 但是谢市长 唯一一个市长全部拿出来 那今天为了东岸这个黄金地段 来替大家把这个 金融市的财产拿回来 那既然有人提出要罢免他 那我想各位我们基隆的鄉亲 你把它想想看 这几十年下去 基隆市有一个市長 甘愿人的清清楚楚看 看整个基隆市建国的 大家来促餐的精神的 要走 把所有的冰酸都给你看 哪有这种市長 所以真的大家想想看 真正在做事的市长 真正为基隆市人民在想 真正把基隆市的财产拿回来的市长 这个你要罢免他 我觉得 这可能是某些政治人物的手段 我想这种手段的话 我在这边是不太认同 我们基隆才 37万多的人口 还不到38万 我觉得 那么少的人口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城市 你说这几年 有没有什么改变 有没有什么进步 然后说过去的八年 并没有看到 有啊 看到的都是一些弊案 就是体育场 我刚刚有陈述过 我就不陈述了 我想这时候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 我们让基隆市 能够很顺利的 很顺利的 能够把一些 原有的一些工程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 跟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向中央去要一些 经费来 来来来来 让我们基隆市 更能够就是说一些 一些马路啊 或者是道路啊 什么的 或者灯光啊 能够更打亮 基隆这个城市 我觉得应该把好的东西 我们大家一起 希望基隆未来是更好 而不是每天在谩骂声 老说只有这点人口 谩骂到最后 这个城市是不进步的 这不是我们不乐意所见的 对 我想这方面 在第二次合约里面 就已经讲了 他的整个合约是 地下一到四楼 还有包含二到四楼 所以这个不要被混淆視听掉 而且他说他花钱兴建的 这是合约里面讲的 工程经费由他们出 现在大日解约了之后 那个才跳出来说 是我出的啦 应该给我啦 没有110年的那个合约 东岸契约第二条就写了 对 是大日喔 当初的小巨蛋 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柯文哲 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跟民进党说得很近嘛 那时候他的强制接管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提出意见 现在协国长市长 把一个非合约的人 去强制接管 怎么会闹成这么大的意见 台北市议员就有意见 这个我想 我补充一下这些问题 给大家了解参考 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异作 带大家看到很多事情的不同面相 当然有很多的是澄清这些谣言 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乐听大众 能够清楚明辨 谢谢三位异作 也谢谢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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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达用电热水器 然後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